女性更年期,你该知道的绝经期身体变化 说到更年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月经不规律或不来了,还伴有潮热、出汗 更年期是女性必经的阶段 女性在45至55岁之间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年代影响生活作息 其中失眠是许多更年期女性会遇到的问题 明明有睡意,但每到睡眠时间,却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没有来的感到焦虑,没有耐心,突然的热潮红,倒汗,心悸 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呢? 嗨,更年期,我该拿你怎么办? 大部分45至55岁女性都会遭遇到更年期障碍 女性大约在45至55岁便开始进入更年期 身体机能各方面都会跟着下降 体内雌激素水平也会跟着下降 导致身体出现月经紊乱 甚至各种生理和心理上不适的症状 遭遇所谓的更年期障碍 即热潮红,倒汗,失眠,忧郁,情绪不稳,记忆力减退,贫尿,尿失禁 阴道干涩搔痒,泌尿道感染等等症状 等到后期停经后 破换骨质疏松症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险率更相对地大幅提高 因此,如何做好更年期与停经后的保养 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营养均衡 更年期女性身体代谢率明显下降 肥胖、血脂、血糖异常的风险也明显增高 长期不合理的饮食也会增加更年期症状 大部分女性摄入的骨类、豆类、奶类、鱼虾类及坚果类食物容易不足 而禽畜肉类和油脂类食物摄入容易超标 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如果想身体健康 首先要做到均衡饮食 具体各类食物的摄入量可以参照三滴一高 即低油、低盐、低糖、高鲜的概念 并搭配适当的运动 平时多抒压、多放松心情 如此便可增进身体代谢 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些女性为了减少肥胖和高血脂的发生 会选择纯素食 这也是不推荐的 因为纯素食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以及贫血等疾病 并不适合更年期女性 另外,像是黄豆制品、黑豆、红豆、绿豆、燕麦、山药等 也都是不错的食物来源 建议也可适量补充 补足由身体逐渐流失的雌激素 维持自身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 以及保持骨骼健康 对于女性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定都有益处 营养师也建议应多摄取含有大豆义黄酮的食物 如大豆 含有大豆义黄酮对于因雌激素流失的更年期女性 有很好的帮助 进而改善更年期不适的症状 提到饮食改善更年期症状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保健食品 那么更年期到了 应该怎么吃保健食品才好呢 新加坡保健品牌 天理活力贵妇人胶囊 就针对女性更年期需求配置 帮助更年期女性调理内分泌 补充雌激素流失 缓解更年期症状 提高活力延缓衰老 它除了含泰国白野葛的天然植物雌激素 翼黄酮 还添加含钙质的蜡木成分 帮助女性愉快度过更年期 研究指出 白野葛含有丰富的植物翼黄酮 是天然植物雌激素 在所有已知植物雌激素中 其活性最高 为大豆的60倍 堪称植物翼黄酮之王 健胸养阴 效果好 由于翼黄酮活性成分的结构 与女性体内磁激素相似 可起模拟双向调节内分泌水平的作用 因此 涌住磁激素紊乱及分泌不足的女性 维持正常分泌水平 蜡木长期以来被热带国家 当作营养丰富的食品来源 蜡木叶的钙质 蛋白质 甲 铁 维生素A与C都很丰富 天力活力贵富人胶囊 有助于 舒缓更年期的不适症状 维持骨密度 对抗皮肤皱纹 胸部恢复弹性 增添活力和体力 改善睡眠 维持记忆力和视力 天力活力贵富人胶囊 60例加20例免费 售价新币58元 在新加坡各中心药行 均有出售 咨询电话6562-5526